當時去吃鐵板餐 好奇我小時候不認識 我就問我爸爸 這些鐵板會不會很熱 然後他捉我的手按下去 嘩 Ian其實一天24小時 你最喜歡的是什麼時候 日休、下午、夜晚 好夜 喜歡夜晚 為什麼 我日休是很理性的人 夜晚很感性的人 然後晚上自己會想很多東西 還有有人寫的東西 其實晚上好像比較好 很多人都是這樣說 然後晚上自己一個靜靜地 都挺享受的 聽一下歌 寫歌那些喜歡夜晚 其實普遍都是 但是這陣子就日常寫 因為邊開劇的時候邊寫 但是晚上出來的東西是比較好 是嗎 我自己 因為安靜一點 沒有電話騷擾 又不會有人打過來 很硬睡 你也是 我會立即失眠 昨晚也是 昨晚我睡著就快睡著 突然想到一句 然後我寫下來 然後就很興奮 又睡不著 你太興奮了就睡不著 那繼續作詞下去了 沒有 就是那一句之後就沒有 即是彈花一現地彈出來 通常是怎樣睡的 現在通常一兩點 嘩 很早 算早 你自己九點半 你不要走 你為什麼九點半 以前就要睡很多 以前還在做學生時 一天要睡十個小時 現在其實都習慣了一天睡三四個小時 你們拍劇 那些時間是怎樣的 現在其實都是可能早上凌晨五點 因為那是運動劇 真的要早上 然後就拍到六七點下班完 這麼好的? 通常都是十二三個小時左右 你有沒有聽過什麼叫正九組 沒有關係 我有 有關係 現在有些系統還是24小時 拍完早上 你們沒有的? 我們沒有 他們那時候的年代 真的不能睡一星期 現在沒有 其實你喜歡哪樣多點 拍攝 或是作曲 或是唱歌 我覺得現在這樣就最好 因為我可以一天裏做完這些東西 很充實 我是那些 每日計劃24小時 擦到什麼擦 哪怕只是睡兩個小時 我都很開心 之前試過有一天是 早上就拍劇 拍完夜晚完了之後 我就去宣傳 上Live 唱歌 晚上回去再寫 我很開心 越夜越精神 回到家睡那一刻很累 但經常很充實 很開心 你有沒有聽過有些退休 不要說退休 有些移民的朋友 他們說去到那邊 我改變生活模式 我一天只選擇做一件事 我打算今天去銀行 很慘 改變得到 真的 一個星期就可以了 他告訴你 你一輩子都是這樣 很慘 你習慣了 你打算去郵局 就只做郵局 但你不要去完郵局 去銀行 不行 要放慢所有的 生活不是這樣 到時候就慘了 我不行的 我早幾天放假 我都很不聚睬 什麼時候快點再繼續做事 不想放假 如果多時間睡一會 甚少 我會 那會不會做夢 沒有 沒有夢 沒有 是不是太累了 睡得好 或者你不記得夢 可能因為睡的時間太短 沒有時間做夢 夢未寫出來 未出來 如果一天睡三、四個小時 就算太少 但我現在睡得多 一個人更累 是嗎 可能你的心 一邊有工作 所以不會太放鬆 在開Turbo 可能也是 但一直開Turbo 你說吃東西 你不喜歡甜的 但你喜歡吃什麼 你吃東西的混合 你覺得有這個 有這個 很棒 很棒 我覺得吃到 賺爆的胃 我就很開心 吃什麼 我很喜歡吃 每一餐都是吃到 我吃不下 你現在是不行的 我現在都會 你都會吃 賺爆雞胸 對 拿那些很清淡的東西 賺爆 你不覺得很辛苦 賺爆完的胃胃 我很喜歡那種感覺 因為大家都可能會 吃到 八成飽就停了 收手 我不是的 我要吃到一口 再摺不下才會停 即是打火鍋 你由頭戴到尾巴 沒錯 我試過以前 在家裡打火鍋 打完之後 第二天早上繼續再打 神經病 即是可以真的打一整天 你已經很厲害 又懂得作曲 又唱歌 又跳舞 又做戲 如果天空還給你多一種才能 你會要是什麼 游泳 你不行的 我完全不懂游泳 因為我小時候差點浸死 所以怕水 怕水 不熟水性 對 所以 有沒有嘗試過 有嘗試過 但真是害怕 到現在都不行 下一套可能開就是游泳 游泳見像 反正你操了個漂亮身 不要浪費花姐 所以就是想 如果游泳都會 小時候那個陰影是怎樣的 小時候那個是比我哥哥差點 我哥哥也是很白艷那些 小時候 他把我浸在水底 然後 我說完會不會被人罵 你幾歲 你幾歲 我那時候幼稚園 好像 幾歲 你比我大你幾歲 五歲 他那時候大我八年 他十三歲 我五歲 虐待兒童 千萬不要這樣做 對 然後我最後是被我救生員 游泳 對 他就不讓我上來 他可能覺得好玩 那差點死 他真的 他比較 我不知道可不可以用有趣的形容 他有些奇怪 那時候他 譬如吃鐵板餐 我好奇我小時候不懂 我就問我爸爸 這個鐵板會不會很熱 然後他捉我的手 按下去 他是不是有少少妒忌你 我不知道 你幾多兄弟姊妹 我兩個哥哥 一個姐姐 我是最小的 他現在怎樣 跟你關係好嗎 現在還好 我希望 因為他現在也有女兒 但他應該已經不會再做那些事 你有沒有跟他聊 你小時候辣過鐵板 摺下水 是嗎 這麼搞笑 你有沒有試過養寵物 有 現在還有 以前有 是狗 是狗 昨天我們也問過我們的家 如果你那隻狗仔懂得說話 這樣跟你溝通 你可以問他三個問題 你會問他什麼 他會問跟我生活是否開心 多數會問這樣 對 他說不開心那你怎樣 不開心就是第二個問題 就是怎樣你會開心一點 離開你 真的嗎 當第一個問題是他說開心 第二個問題是甚麼 然後就是 然後問他些甚麼 我又沒有想過這件事 三個問題 一就叫你去想 然後問我平時唱歌給你聽 我好聽 我真的經常都會對著他在唱歌 唱歌 他說不要 他說不要 他說不要聽 繼續努力 他說不要愛他 第三個問題是 就是你想不想建立家庭生兒育 很多人也是這樣問 這麼像 其實主人養寵物 很多人都會帶他們去絕育 因為絕育對他們身體會好一點 但其實好像沒有問他 到底你想不想成家立室 就決定了 有一條問題 問過你MIRROR入面的成員 就是問姜濤 我現在問你 你的智能手機 那個WALL PAPER是甚麼 那個WALL PAPER 首先 避不避得我們看 避不避得我們看 首先那個LOST SCREEN 即是未按進去 是一支結他 是我的結他 是自己拍的 即是這樣的 好漂亮喔 一支結他 好漂亮喔 屬於你的 看到就看到 看不到就扮了 拍到好像很有感覺 其實都是拿一盞燈照著的 很漂亮喔 自己在我的房間裡 那HOME SCREEN呢 HOME SCREEN 就是一個我自己來的 但是是別人畫的 以前是初初 《全民造星》 我的第一個表演 就是FLY ME TO THE MOON 那他就畫了一個 是 直接是我那時候 我的衣服 好像卡通那樣 挺漂亮的 他畫到好像小王子那些感覺 那人家有甚麼APP 可能別人不喜歡 給別人知道 不過你這個挺好 旁邊看不到 原來是 黃透輝 然後他畫得很漂亮 真的有月亮 有個名字 然後我那次穿幾衣服 在彈結他 好好的 記憶 來得到說一首歌 我之前出的首 正式開始 這首歌是很輕快的歌 之前兩首歌都是比較抒情 另一個諾貝爾還有些慘情 這次出了這首歌 比較開心的 有戀愛的感覺 所以其實那時候都在想 如果是這樣 不過如果MV也拍得甜蜜一點 當是送給粉絲一個禮物 因為是情人節出的 情人節禮物 所以那時候就想到 不如拍個女友視覺 像帶大家去旅行 大家看得好像會開心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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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你的idea來的 是 這個也是自己的 那首歌呢 之前鋪排哪些慶快 何時出生萬 那些人出快歌 是否都是你自己想的 這個就是那時候 跟監製和Edward和Cutson 溝通出來 其實完了第二首歌之後 我們都談了很久 第三首歌出什麼好 應該首先談曲風 應該出一些 Band sound 還是怎樣抒情 或者輕快一點 有節奏 到最後就決定 不如出一首有些R&B感覺 因為我自己本身也很喜歡 R&B低 而Cutson寫R&B也是很厲害 但你說你現在有一首 是嘔心的血自己 沒錯 可不可以透露 是否又完全不同 那一首是 都可以說是抒情的 但我覺得是 都深入一點的 是 是 可能大家可以看是雙感也好 但大家也可以看是 是一種 即是有靈魂的 可能是一種發洩 你自己填詞 是 我自己填詞 搞定了 搞定了 但花姐就說 你不要每天在這裡改 你到底想改多少 因為我就是每天不斷看 這個位置可以再丟對下 這裡又改一點 你不要越改越複雜 三心兩意 對 人家說你用字太造作了 用好心的字 是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